全世界到处都有台商 而且还有爱心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跟宝城国际集团合作 启动一国一元柱 国际医疗援助案 最近就帮助罹患重难症的 11岁缅甸女童小乐 来台接受治疗 2018年8月22号上午 还邀请小乐跟她的家人 来台出席记者会 宝城国际集团董事长 张陆明表示 宝城一项就相当积极参与 国内外的公益活动 尤其2015年7月 就在缅甸投资设厂 跟缅甸的关系相当密切 更应该懂得回馈跟感恩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 因为一直以来在缅甸设厂 得到缅甸政府 从中央到地方 大力的协助 让我们在那边 运作得非常顺利 所以刚会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 有这个机会来参与 国际医疗援助的活动 中医大副医副院长 杨立慧也在记者会中 赠送感谢奖座 给张陆明董事长 杨立慧副院长表示 十分感谢宝城国际集团捐赠了300万元 让中医大副医组成坚强的医疗团队 治疗小乐的眼、耳、脊椎发育异常等症候群 国际医疗中心陈宏基院长说 整个疗程需要8个月的时间 分三个阶段进行手术 让小乐能够再有健康快乐的童年 会联合处理这样的问题 那你如果因为他皮肤不够 所以又可能做这个组织抗浪剂 或者是甚至可以做一种 就预先组合的这个模式 然后种在这个前臂 然后再做这个纤维医植 这些可能的选项 我们现在还在讨论中 这个国际慈善医疗一国一援助的 缅甸国际医疗援助案 也得到外贸协会的协助 外贸协会主任吴翠芬 今天也出席记者会表示 希望将台商医疗援助的爱心 照顾当地的民众 强化台商企业的在地关系 拓展台湾医疗外交 开创企业、医院、政府等多方面的合作 让台湾在国际舞台发光发亮 记者陈文旭、杨静台中报导